美国知名医学杂志JAMA指出 来自全美零售药店近三年的配药统计结果显示 12岁到25岁之间的人群 放弃原本使用的GLP一类生糖素圣态受体促效剂 而改用Asempic与Yigofi的情况大量增加 对此密西根大学科医生李博士特别点出 根据2023年统计12岁到17岁的人群中 有近3.1万人使用减肥药 而18岁到25岁人群有16.2万人使用这些药物 不过李博士也指出 一些年轻人在服用减肥药之后 出现了恶心 呕吐或便秘等情况 甚至还有一些人因副作用过重而停药 即便如此 接受这些新型减肥药物的年轻人 仍只是全美人口中的一小部分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统计 全美仍有两成儿童和青少年 以及超过42%的成人 也就是超过1.2亿人都存在肥胖问题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